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 奢侈品牌的吸引力不仅局限于富裕的婴儿炒一代 尽管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增加 澳大利亚的奢侈品零售业依然蒸蒸日上 并且跨越了世代鸿沟 预计到2024年,奢侈品市场将创造62亿美元的收入 虽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但迁徙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强劲地需求支撑了市场 悉尼和墨尔本的市区成为奢侈品牌的热点 品牌不仅在这些地方签订租约 甚至购买自己的零售旗舰店 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 尽管消费者在线上与品牌互动 但实体店依然吸引着大量年轻消费者 社交媒体,特别是TikTok和Instagram 已成为这些年轻消费者发现和与奢侈品牌互动的重要平台 这一切展示了奢侈品市场在澳大利亚的韧性和广泛吸引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澳大利亚 奢侈品零售业正迎来了一个多元化的消费者群体 不再仅仅依靠富裕的婴儿炒一代 Baby Boomers 尽管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增加 高端手带 珠宝和配饰的需求依然强劲 这一变化背后的故事 充满了市场的动荡和新生代的崛起 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消费画面 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报道 澳大利亚的奢侈品市场虽然面临宏观经济压力 但依旧保持着强劲的增长 预计到2024年 市场将创造62亿美元的收入 未来四年的年增长率为3.52% 这一增速比疫情后消费热潮时的约5%有所下降 然而 尽管增长速度放缓 国际游客 富裕的婴儿潮一代 以及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和及世代消费者仍在强力支撑销售 例如 CBRE的报告显示 2023年澳大利亚的奢侈品零售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62亿美元 全国共有483家零售商 包括国际和国内品牌在内 CBRE澳大利亚零售投资服务主管Leaf Olson表示 悉尼仍然是奢侈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的战略城市 这推动了对优质房地产的需求 Olson指出 成熟的奢侈品牌正在寻找更大的旗舰店 以适应其销售和增长策略 这导致品牌在传统奢侈品区域外扩展 悉尼Westfield Market和Casaray街区成为了最新的区域 一些品牌如Chanel、Monkler、Omega和Canada Goose都在这里开设了新店 这些品牌通过新地点展示其高端形象 吸引了大量的顾客 在墨尔本 奢侈品市场同样表现出色 CBRE维多利亚州零售租赁总监Jason Orenbach表示 墨尔本CBD奢侈品市场在过去24个月中表现出强劲和韧性 更多的旗舰店开业并在Colin Street的巴黎端进行了装修 例如LVMH旗下的Lowy和Fred计划在2024年初开业 而Christian Dior最近购买了位于Ressel Street的145-149号地段 这些品牌的扩展再次证明了墨尔本作为奢侈品中心的重要性 然而 奢侈品市场的扩展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消费群体 根据CBRE的数据 截至2024年4月 年龄在15-54岁之间的人占澳大利亚所有高端消费的50%以上 这一趋势显示出年轻一代对奢侈品的热爱和追求 CBRE的Sherry Griff指出 年轻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偏好 特别是相对于快时尚的选择 是2023年澳大利亚奢侈品零售市场强劲表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社交媒体在这一变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Griff表示 像TikTok和Instagram这样的平台已成为年轻消费者发现和与奢侈品牌互动的重要渠道 短视频和并读内容通常由名人和影响者主演 对千禧一代合计世代的购买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平台通过创意的内容展示和及时互动 拉近了奢侈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全球集团Bain & Company的报告 奢侈品全球市场研究 也指出旅游业的复苏和对奢侈体验的需求导致了稳定的增长 但品牌需要重新思考其价值主张 以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保持相关性 Bain & Company合伙人Federico Lovato表示 随着品牌在不确定时期中航行 他们需要在扩展政策等领域做出灵活的决策 并检查其库存管理 以确保市场需求的效率和响应能力 AP的零售 租赁专家Selman Ainsworth 也强调了澳大利亚作为全球奢侈品零售市场的重要性 他指出 全球奢侈品零售商曾经只考虑墨尔本和悉尼 作为澳大利亚市场 但如今布里斯班 珀斯和阿德莱德 也发展出了可观的零售景观 这些城市的崛起 为更多奢侈品牌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 进一步巩固了澳大利亚在全球奢侈品地图中的位置 此外 一些全球零售商 现在在悉尼和墨尔本拥有多个零售地点 有些甚至购买了自己的零售旗舰店 以巩固其在这些市场中的存在和投资 Ainsworth表示 主要的全球零售集团已经从交易性商店转向使用其旗舰店来讲述品牌故事并分享其传承 这让顾客能够体验品牌的戏剧性和浪漫性 总的来说 澳大利亚奢侈品市场的成功并非偶然 从富裕的婴儿潮一代到年轻的千禧一代合集世代 这一市场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消费者 通过创新的零售策略和灵活的市场应对 奢侈品牌在面对经济压力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保持其独特的吸引力和市场份额 这一成功故事 不仅展示了奢侈品市场的韧性 更反映了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尽管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增加 澳大利亚的奢侈品零售业依然蒸蒸日上 高端手带珠宝和配饰的需求依然强劲 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压力的增加 高端市场的增长速度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预计到2024年澳大利亚的奢侈品市场 将创造62亿美元的收入 未来四年的年增长率预计为3.52% 这比疫情后消费热潮时的约5%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 国际游客富裕的婴儿潮一代 以及越来越多的迁徙一代和C世代消费者 仍在支撑销售 因此高端品牌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市区签订租约 尽管不乏稳定 CBRE的一份报告显示 2023年澳大利亚的奢侈品零售贸易 达到创纪录的62亿美元 全国有483家零售商 包括国际和国内品牌在内 CBRE澳大利亚零售投资 服务主管Leif Olson表示 悉尼仍然是奢侈品牌 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的战略城市 这推动了对优质房地产的需求 Oson说 成熟的奢侈品牌正在寻找更大的旗舰店 以适应其销售和增长策略 这导致品牌考虑在传统奢侈品区域之外的地点 扩展CBD 最新的区域是在悉尼 Westfield Market和Casselray街区 Chanel将成为街道层的主力租户 并在五层新的零售空间中展示一系列高端品牌 其他加入扩展的Westfield Sydney的品牌包括 Mankler Omega和Canada Goose 澳大利亚表现最好的奢侈品牌是Lowes Viton Richermont 和Hermes 根据CBRE的研究 服装和鞋类继续主导销售 2024年占总收入的43亿美元 即69% 珠宝和手表在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 2024年的总收入为15亿美元 占25% 全球集团Bain & Company的最新报告 奢侈品全球市场研究显示旅游业的复苏 和对奢侈体验的需求导致了稳定的增长 但品牌需要重新思考其 价值主张以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保持相关性 Bain & Company合伙人Federica Lovato表示 随着品牌在不确定时期中航行 他们需要在扩展政策等领域做出灵活的决策 并检查其库存管理以确保市场需求的效率和响应能力 AP的零售租赁专家Zelman Ainsworth表示 澳大利亚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一个发达 成熟且不断增长的零售市场 全球奢侈品零售商曾经只考虑墨尔本和悉尼 作为澳大利亚市场 今天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 也发展出了可观的零售景观 此外,一些全球零售商现在在悉尼和墨尔本拥有多个零售地点 有些甚至购买了自己的零售旗舰店 以巩固其在这些市场中的存在和投资 Ainsworth说 但他表示 主要的全球零售集团已经从交易性商店 转向使用其旗舰店来讲述品牌故事 并分享其传承 这使得现有和有报复的顾客能够体验品牌和产品 这是只有零售商才能做到的戏剧性和浪漫性 他说 CBRE维多利亚州零售租赁总监 Jason Orenbach表示 墨尔本CBD奢侈品市场 在过去24个月中表现出强劲和韧性 更多的旗舰店开业 并在Cullens Street的巴黎端进行了装修 Orenbach说 墨尔本的奢侈品区域也扩展到了Russell Street 进一步的旗舰店 如LVMH的Lowy和Fred将在2024年初开业 Christian Dior最近购买了145-149 Russell Street 其他在墨尔本扩展的全球零售商 包括Licia、Camera、Agni、Cost、Brightling Watches、Swatch、Fred、OnCloud、Arcteryx、Jimmy Chu、Lululemon和Birkenstock 尽管消费者在线上与品牌互动 但他们仍然在实体店购物 截至2024年4月 年龄在15-54岁之间的人 占澳大利亚所有高端消费的50%以上 CBRE的Sheri Griff表示 年轻消费者偏爱高端产品 而非快时尚的趋势是 2023年澳大利亚奢侈品零售市场 强劲表现的主要驱动力 Griff说 社交媒体 特别是TikTok和Instagram 已成为年轻消费者发现 和与奢侈品牌互动的重要平台 短视频和并读内容 通常由名人和影响者主演 对希望与时尚趋势 和品牌地位保持一致的迁徙一代 和C世代的购买决策 产生了重大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说到奢侈品 不仅仅是富裕的婴儿潮一代 千禧一代和C世代 也对高端品牌趋之若鹜 这不仅是因为 他们口袋里的钱多了 而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力 让奢侈品牌成为一种身份象征 根据CBRE的数据 2024年澳大利亚的奢侈品市场预计 将达到62亿美元 同比增长3.52% 尽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但这表明奢侈品市场依然强劲 尤其是在年轻消费者中间 你好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你说的没错 年轻人确实喜欢奢侈品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买这些高端产品的钱 从哪里来的 信用卡负债和贷款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Finder的报告 澳大利亚的年轻人信用卡债务 在2022年达到历史新高 这些年轻人透支了自己的未来来购买奢侈品 这真的是一个健康的消费趋势吗 这就像是为了追求一个虚幻的时尚梦 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财务代价 琪琪,你这话也有道理 但你忽略了一点 这些年轻人的购买力 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驱动力 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 根据Bain & Company的报告 奢侈品牌需要重新思考其价值主张 以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保持相关性 这些年轻消费者正在改变市场规则 推动品牌更具创新和灵活性 与其说是透支未来 不如说他们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消费生态 楚天书,你的乐观让我想到了一个老笑话 一个富翁说,他能发现一个商机 那就是每个人都在买奢侈品 结果他发现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借钱买奢侈品 这种消费模式在经济学上叫做泡沫 历史上,从郁金香狂热到房地产泡沫 哪一次不是以灾难告终的 社交媒体和影响者能够创造需求 但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 这一代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最后可能会发现 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根本没有实际支撑 奇奇,你的担忧可以理解 但现实是,奢侈品市场在不断适应新的消费趋势 这就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方式 根据CBRE的数据 服装和鞋类在2024年将占奢侈品市场总收入的43亿美元 这表明年轻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 而且,这种需求正推动着品牌创新和市场扩展 比如,Chanel在悉尼Westfield Market和Castory街区 开设了五层新的零售空间 展示一系列高端品牌 这不是泡沫 而是市场在进一步成熟和进化 楚天书,你总是那么乐观 但现实是残酷的 你知道的,古人云,奢者狼藉,减者安康 这些年轻人可能现在享受着奢侈品带来的短暂快乐 但他们最终会发现,这种快乐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Finder的报告 澳大利亚年轻人的信用卡债务在2022年增长了15% 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 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剧 奢侈品市场的繁荣可能只是一时的假象 真正的风险和挑战还在后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聊澳大利亚的奢侈品市场 这可不是简单的购物话题 而是跨越世代的奢华大戏 先来看看数据 尽管生活成本日益上升 澳大利亚的奢侈品市场却依然红火 预计到2024年收入将达到62亿美元 这可是个大数字 但增长率稍微放缓 从疫情后消费热潮的5%降到了3.52% 即便如此 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消费者依旧在支撑着这个市场 这也让奢侈品牌们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市区继续签订租约 扩大他们的版图 您还别说 这些奢侈品牌可不是一头热 CBRE报告指出 澳大利亚的奢侈品零售贸易在2023年达到了62亿美元的高峰 全国有483家零售商 涵盖了国际和国内品牌 像Louis Vuitton Richmond和Hermes这些顶级品牌的表现尤其出色 服装和鞋类仍然是销售的主力军 珠宝和手表也占了不小份额 这还要归功于旅游业的复苏和人们对奢侈体验的需求 但Bain & Company的报告提醒我们 品牌需要重新思考价值主张 才能在这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接下来 咱们聊聊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奢侈品零售的重镇 CBRE的专家指出 悉尼依然是奢侈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的首选城市 这增大了对优质房地产的需求 成熟的奢侈品牌开始寻求更多的旗舰店 以适应他们的销售和增长策略 甚至将目光瞄准了传统奢侈品区域之外的地点 悉尼Westfield的Market和Casselray街区 正成为新的奢侈品热点 Chanel、Moncler、Omega和Canada Goose等品牌纷纷加入 墨尔本也不甘示弱 过去24个月中奢侈品市场表现出强劲和韧性 更多的旗舰店相继开业 并在Collins Street的巴黎端进行了装修 奢侈品区域还扩展到了Russell Street LVMH的Lowy和Fred将在2024年初开业 而Christian Dior最近更是狂购145-149Russell Street 这些全球零售商的扩张 让墨尔本的奢侈品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和丰富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年轻一代 对奢侈品市场的影响力 CBRE的Sherry Griff指出 年龄在15-54岁之间的人 占澳大利亚所有高端消费的50%以上 这意味着年轻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偏爱正在改变市场格局 社交媒体,特别是TikTok和Instagram 成为年轻人发现和与奢侈品牌互动的重要平台 明星和影响者的短视频和病毒内容 对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购买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希望与时尚趋势和品牌地位保持一致 这也让奢侈品市场更加活跃 总结一下 尽管宏观经济压力不断增加 澳大利亚的奢侈品市场依然在稳步增长 无论是国际旅客 富裕的婴儿潮一代 还是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消费者 都在支撑这个市场 奢侈品牌们在悉尼和墨尔本扩展旗舰店 甚至将目光投向了新兴地区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也在推动年轻一代与奢侈品牌的互动 这场跨越世代的奢华大戏 还有很多精彩剧情等待我们去发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